主席國民黨指風你15筆的土地買賣 中間好像有高的那些是內線的一個交易 唉 這件事情 我知道國民黨一直想擺脫這個軍宅這個案子 對我們所發動的攻擊 不過他們今天早上所發動的攻擊 所依據的數字全部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也感到很遺憾 就是說用不實的數據來做攻擊 心痛是抹黑 所以我要再次有鄭重的講 這個案子沒有特權 沒有炒作 更沒有暴力 我的相關財產都如實的申報 同時我們也把它交付信託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這個選舉選到這個時候 選擇做這樣的不實的攻擊 讓人想起來四年前的余昌案的翻版 所以我覺得社會是在進步的 可是國民黨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進步 那其他相關的細節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的發言人跟我們的律師都已經做了相關的說明 主席那個15B2B啊 就是民國86年的時候賣掉那15B 那15B怎麼會在一天之內就買了15B2B 後來又一天之內 不是 它是一塊地 所以它的那個看起來 它是整個看起來 它是一塊地 但是它的地號是有15個 86年為什麼要賣掉啊 86年那個時候會賣掉 那有人買就賣掉了 是因為打算要重振嗎還是 那時候是想到的嗎 沒有 沒有特別的想到 因為那段時間波動還沒有很大 對啦 但是 有人買就賣了吧 確切後利數可以講一下嗎 那時候的買賣後利數 我們現在只能用我們公開的數字去推算 那也用我們當年申報的財產 那至於就是說當年 因為已經事隔很久了 相關的資料要再去搜尋 恐怕是要發音發功夫 所以我們來盡力看看 主席是賣給趙騰雄嗎 我們的家族沒有跟趙騰雄 有任何交易的這個情況 給趁騰雄